她們兩個女朋友不是蠻甜蜜的嗎 因為前一陣子妳有看到她說 她說什麼 媒體說妳變胖 然後她就說 有 妳現在看有嗎 妳現在就瘦很多啊 她就講了一句很 讓人家覺得很甜蜜的話 她就說 在她眼中她覺得妳根本就是很胖 妳要很漂亮這樣子 真的喔 我會說 那婚紗這件事啊 妳有想過說 自己的婚禮有想要辦成這樣嗎 我覺得 因為妳說妳想要 我也不知道到時候會是怎樣 因為我聽很多 我的姐妹們解過婚了都會講說 哇 其實辦婚禮是件很累的事情 然後好像到最後都是在辦給別人看這樣 我希望啦 就是到時候是有最親的家人 有朋友 然後吃的好吃的 我覺得開開心心 不管是什麼樣的大小 或者是什麼樣的心事我覺得就夠了 對 沒有預計 就是什麼時候會想結婚這件事 這個 這個不是我可以去決定的嗎 我覺得真的要看緣分 所以妳也沒有設定在什麼 例如說我28歲要結婚 我希望 我覺得也是 也希望我自己完婚了 我覺得 多一點時間來 來拼自己的 事業 然後跟 對啊 就多一點自己的時間 結婚過後不就 沒有 就沒有少我自己的空間 還是可以繼續工作啊 就是到時候就會變 因為就不是一個人的事情啦 或者是兩個人的事情 可能是兩個家人的事情 對啊 就會有很多顧慮啊 可能人家開始催你要生孩子 可是我現在就 那我現在還不是只好 所以就是先以工作為準 然後 慢一點再來搶結婚的事情 對啊 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啊 就是 多一點跟自己的時間 不錯 我一定會說 你有事 在那邊 是 有事 拿人 有事 有事 感谢观看